主要藉由我們這個列西燈的檢查 他的影像直接連線之後直接藉著眼鏡 就傳到後台的眼科醫生那裡 眼科醫生就可以直接由這邊的影像來決定 看他有哪一些的這個 對 這邊護理人員在操作 看到遠距的眼科這個會診 所以他們可能有一些問題來請教請教你 好 細細珍我們看的是眼睛前半部 包括貼摸啊 角膜甚至水晶體這些 可以看一下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眼體鏡的部分的話就是針對我們可以 直接拍攝到我們的視神經視網紅紅半部 然後做一個診斷這樣 每年就是能夠完成這個眼科註斷醫師訓練 然後到這個專科的不到30個 所以人數很少 所以你說偏鄉真的是要有眼科醫師來註診 是非常困難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眼鏡的幫忙之後 你看這裡就可以一個禮拜有三次的眼科門診 然後讓他們都在這邊做究竟的治療 物理治療師是我們內聘的 所以它是每天都有這樣 每天都有 對 復健跟骨科的話是每週 就是 復健是每個月一次在週五的時候 早上跟下午整 那一次大概有大概將近可以到五六十幾個病 那骨科的部分的話也是就是兩週一次 大概也是五六十幾個病 那因為這頁面上就是我們 就是遠端這邊需要的病患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在系統裡面提出一個 遠端會診需求 在急診遠端照會申請 好 點下去 就會啟動我們的流程 那至於需要會診的科別 也就可以在系統裡面做key-in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可以得到我們 就是從衛生所這邊就可以得到我們 醫療中心等級的照護